住在滨海地区的民众每当遇到防汛期的时候 最担心的就是海水涨潮倒灌进家园造成损失 在农洞社区的居民更是如此 可以看到这里的民宅几乎是紧邻着海岸线 为了顾及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及改善海岸景观 相关单位目前就针对了农兴庙前的海岸线做改善 住在滨海地区的民众每当遇到防汛期的时候 最担心的就是海水涨潮倒灌进家园造成损失 在农洞社区的居民更是如此 可以看到这里的民宅几乎都是紧邻着海岸线 往年曾发生过因为台风来袭 海水整个倒灌进家户让民众是苦不堪言 有啊 以前没闻到苗子里了 在这个海岸线常常有这个浪拍打上来 侵蚀这个富岸会很严重影响着这个富岸的一个安全 所以他跟委员这边陈景 那委员就召集在去年年中的时候 召集了水利署还有地史核专局 到现场去做一个线刊 于是地方在去年就建议将这里的海岸增加消波块 降低海浪的侵蚀 不过因为设置消波块不但破坏大自然景观 效果也只是短暂 因此明代就争取将这里的海岸做一次性的改善 以较美观又不破坏的功法 达到防洪又具美观的效果 会跟我们瑞昂区 山奥里这个海岸线的一个景观 大致都是相同 它有防止这个海浪的一个充实 防止这个充实的作用 而且还增加了海岸线的一个美观 整个施作完整之后 它上面还是会有一个人形的一个步道 农农社区周边海岸景观改善工程 目前正在施作当中 地方居民也希望这些改善措施 能够确实达到防洪效果 让他们早日脱离防汛期来临的淹水之苦 解成为共聊采访报导